女人蹲在墙角撞要尿尿 却突然发现有个男人 顺着墙上狭窄的洞口钻进房间 他吓了一跳 急忙提起裤子 赶紧从地上捡起玻璃碎片防身 生怕男人会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伤害自己 然而在女人惊恐地眼神中 男人并未上前行凶 而是盘坐在地 脱下一只皮鞋 伸手抛到他脚下 女人愣了愣 立刻用力把鞋踢到一边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可没从想 男人非但不生气 反而有些无奈地站起身 拿另一只鞋笔画起来 居然想让他尿在皮鞋里 女人傻眼了 但由于语言不通 他搞不懂 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 为何会提出如此恶心的要求 于是女人疯狂摇头拒绝 不愿当着男人的面撒尿 可男人却突然暴躁起来 凶狠的样子 仿佛随时会暴躁 把他吓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见男人如此凶狠 为了自保 女人只能无奈妥协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男人竟然主动被过身 丝毫没有要占便宜的样子 这让他愈发好奇 猜不透这人到底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 女人放下裙摆 弯腰捡起湿漉漉的皮鞋 十分好奇地递了过去 可下一秒 男人的举动 却让他当场呆住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女人做梦也想不到 男人费尽心思在墙上挖个洞 闯进房间 居然只是为了喝尿 看男人一脸享受的样子 他顿时感觉有些恶心 可更恶心的还在后面 男人突然坐在死老鼠旁边 用指头捏起一只 活蹦乱跳的苍蝇宝宝 像吃花生米一样 直接扔进嘴里大嚼 女人急忙捂住嘴 好险没吐出来 但男人却丝毫不觉得反胃 还十分热情 问他要不要来一口 见女人头摇得像波浪狗 男人摆出一副惋惜的表情 独自吃得津津有味 没曾想 光吃苍蝇宝宝还不过瘾 他一转头 又盯上了正散发恶臭的过气老鼠 跃跃欲试的样子 看得女人心里既个婴又害怕 他实在受不了如此凶悍的场面 急忙走上前 一把拽中男人的手 男人这才信心作罢 误会解除 两人顺着洞口 爬到隔壁房间 男人继续用铁锤和凿子凿墙 想再次打开一条通道 逃离这两间诡异的密室 这时 女人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和男人一样 一觉醒来 就被困在了一个封闭的房间 如果不是男人凿穿中间墙壁 从另一个房间钻过来 光凭他自己 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可虽然人多力量大 但两人碰面之后 求生难度 不仅丝毫没有减少 反而变得更加具有挑战 男人已经被困了整整三天 打通第一个洞口时 就以耗光全部体力 凿墙的效率大大降低 为了坚持下去 他唱起歌 为自己鼓气 一旁绝望的女人 被这顽强的毅力所感染 也再次燃起了求生的希望 两人一边唱歌 一边凿墙 速度顿时加快许多 可乐极生悲 下一秒 男人不慎 把铁锤重重地 抡在自己手上 他顿时惨叫起来 无助手紧紧靠在墙上 疼到整个人都全成一团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女人显得无比冷静 立刻摘下头巾 撕成布条 细心为男人包扎 血流不止的伤口 见他动作如此麻利 男人突然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等包扎好 他果断把铁锤递给女人 自己则勇敢地握住凿子 打算让体力更完好的女人 全力抡锤 否则 照这个速度下去 她一个人就是凿到饿死 也不可能把墙凿开 然而 女人第一锤 就准确地砸在男人伤口处 她吓了一跳 心里十分内疚 可男人并未生气 反而连身安慰 让她继续 在男人的鼓励下 女人又举起铁锤 接下来每一锤 都准准砸在凿子上 再也没有失过手 不料 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紧锁的大铁门 竟突然开始转动 发出巨大声响 两人同时愣住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疯了式地冲到门前 尝试拧动把手 可无论男人怎么努力 门把手都纹丝不动 好像刚才那一幕 只是他们的幻觉 无奈之际 两人只能失落地返回原处 继续凿墙 不料 女人刚敲一下 铁门镜再次转动 打开了一点点 可等她跑过去时 却又自动赶上 看到这一幕 男人似乎发现了什么 立刻把女人叫回来 让她继续凿墙 并叮嘱说 无论铁门传来什么动静 都千万不要往后看 女人虽然疑惑 但还是克制住冲动 乖乖照做 果然 她刚把视线从门上挪砍 铁门便再次转动 这下 男人终于肯定了心中猜想 她慢慢放下工具 示意女人千万别回头 接着 背对铁门缓缓起身 慢慢向后靠近 不出所料 只要他们不往后看 铁门就会自己转动 听到身后不断响起 开门的歌之声 两人顿时加个脚步 迅速移动到铁门面前 紧接着 男人背口铁门 轻轻一吞 没费什么力 就把厚重的铁门成功推砍 然而 令他们绝望的是 门后并不是出口 而是另外一个 更加奇怪的房间 女人走到新的铁门前 尝试转动把手 可这扇铁门 同样被牢牢封死 看着房间中央 深深的木坑 男人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奇怪的地方 似乎压根就没想 让他们能逃走 无奈之际 两人只好怀着 最后一丝希望 躲进坑里 试图用刚才的办法 等待铁门自动打开 可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身后的铁门 仍旧紧悄悄的 没有任何动静 男人有些疑惑 以为是自己太敷衍 没能触发条件 于是 他连忙打起精神 调动全身力气 用铁锤奋力凿敲 下坑里紧实的土壤 以为这样 就能像刚才一样 等待大门缓缓打开 然而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铁门却仍旧 没有要打开的意思 即可交迫下 男人再也坚持不住 重重的瘫倒在坑里 见他脸色惨白 身体瘫软 女人绝望的哭了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哭解决不了问题 过了一会儿 他费力的把男人 拖出阴暗潮湿的木坑 自己也被累的 再也坚持不住 躺在男人身边 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突然从昏迷中苏醒 他眼前模糊一片 已经饿到极点 产生幻觉 恨不得把身边所有东西 都统统塞进嘴里 这时 一旁沉睡的女人 吸引了他的注意 男人顿时来了精神 拎起女人细嫩的手 缓缓送到嘴边 可下一秒 他却突然改变主意 轻轻地把手放好 随后挣扎着坐起身 艰难地爬到之前的房间 房间角落有一口棺材 男人爬进棺材 用力撕下里面柔软的垫布 随后拿着垫布 爬回女人身边 轻轻盖在女人身上 生怕他这样睡会着凉 紧接着 男人默默躺回到地上 心想 等女人醒来时 用自己冰冷的身体 或许还能继续坚持很久 成功找到出去的路 想到这儿 他满足地叹了口气 闭上眼睛 平静地等待死亡来人 然而 就在男人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紧闭的铁门 却突然传了动静 他顿时被惊醒 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仿佛中 男人立刻把女人叫醒 随后两人互相搀扶着 一步步朝铁门靠近 或许是两人团结一致 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上天 当铁门再次打开时 另一侧 不再是昏暗封闭的房间 而是一个阳光明媚 生机勃勃的新世界